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副爸爸系列 副爸爸成功创业的食堂必修课 作者是罗伯特 清奇Robert Toru Piosotti 第十讲 知道何时逃跑第十章 总结 知道何时逃跑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 并不能成为辞职创业的理由 虽然它听起来算得上一个理由 却不是一个足够有力的理由 它缺乏一种强大的使命感 虽然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业者 创业精神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 有一句老话说 胜利者永远不会逃跑 逃跑者永远不会胜利 我个人不同意这句话 我以为它未免有些武断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胜利者也应该知道 何时逃跑 有时 在生活中 你得懂得止步 如果你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或是误入歧途 最好能勇敢地承认 在我看来 真正的逃跑者 是仅仅因为做一件事 遇到了困难就逃走的人 我在生活中也多次扮演过逃跑者的角色 我曾经逃过减肥项目 逃过健身课 我也曾从女友身边逃开 从生意 写作和学习等事情中逃开 每一年 我都会把一些事情推到明年 以此为借口逃开 所以 我知道什么是逃跑 我的创业过程 之所以没有半途而废 是因为我 真的太想成为创业者了 做梦都想 我想要享受那种自由 独立和财富 想要像其他成功的企业家那样 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即便如此 那个强大的逃跑念头 还是时时纠缠着我 等待我掉进他的陷阱 在我身无分文 或是欠了一屁股债时 逃跑是最容易的选择 当债主上门逼债时 逃跑是最容易的选择 在税务局催缴税款时 逃跑是最容易的选择 在项目失败 或是合伙人离去时 逃跑也是最容易的选择 每当我遇到困难 逃跑的念头 就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等着我 对我来说 成为一名创业者 是一段旅程 一段我还在走的旅程 我相信 我得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我喜欢经商 也喜欢解决商业问题 有好几次 我因为不堪长期亏损 而不得不关掉一家公司 调转方向重新开始 但从我创业的整个旅程来看 我从未在这个旅程中逃跑过 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旅程 它带给我的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 就算期间充满艰险 我仍然觉得十分值得 不过 对我来说充满艰险 并不意味着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这样 我写本书的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那些 尚未或刚刚走上 创业旅程的人 走得更顺当些 在结束本书之前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小事 正是它鼓舞着我 不断前进 我想告诉你们 曙光往往出现在最黑暗的时刻 在我经营钱包生意的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里 我曾经把一张纸条粘在电话座机上 那张纸条本来是包在一颗中国的幸运糖果里的 上面写着 既然任何时候都能逃跑 又何必急着现在逃跑呢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我能为自己找到太多逃跑的理由 然而每当我挂上电话 看到幸运糖里的那句话时 我就告诉自己 我很想逃跑 不过今天还是算了 明天吧 幸好 那个明天一直没有到来 辞职前请记住的 要点一检查一下你的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 我们不提倡为了赚钱而做一名创业者 想赚钱还有容易得多的方法 如果你不喜欢经商和这一过程中需要面临的挑战 那么创业就并不适合你 2. 在BI三角形的五个层次上获取尽可能多的经验 在之前的几本书中 我们建议为学习而工作 而不是为挣钱而工作 不要为钱而接受一项工作 而应该看重它能带给你的经验 比如说 如果你想获得一些关于商业系统如何运作的经验 就在麦当劳找一份兼职工作吧 当顾客对你说我要一个巨无霸和一包薯条时 你会惊讶于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你会看到世界上设计的最好的商业系统立刻开始运转 而运行这个系统的人平均只有中学学历 3. 永远记住销售等于收入 所有创业者都得擅长销售 如果你不经于此道 最好在辞职前尽可能多地获取这方面的经验 我曾听唐纳德、川普说 有些人是天生的销售员 其他人只能靠学习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销售员 而是经过了艰苦的训练 才具备了今天这样的销售能力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得到好的销售培训 可以考虑加入一家网络营销或直销公司 4. 既要保持乐观 也要面对现实 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 吉姆·柯林斯对于如何面对现实 做了精彩的论述 他写道他去采访斯多克威尔上将 越战期间被拘时间最长的战俘之一 当他问到上将在他的牢房里 先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时 上将毫不犹豫地打到 悲观的人 在战俘营中活下来的人都是那些能够面对残酷现实的人 不过要注意面对现实和悲观之间的区别 我知道有人明明能做成的事也说做不成 也有人脑子里记住的全是些负面的新闻报道 消极的人或悲观的人与能够面对现实的人绝不相同 无你是怎么花钱的 有太多人在他们的财务困境中苦苦挣扎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钱 太多的人花出去的钱如同竹篮打水 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而一名创业者需要知道如何花钱并且赚回更多的钱 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一毛不拔 而是说要懂得何时花钱 花在什么上面 该花多少 我看到过很多一心攒钱的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最终也倒闭了 比如说在生意下滑时 他们不是花更多的钱做营销 而是一味削减成本 结果只能更糟 这就是一个在错误的时机做出错误行动的例子 6.建立一家企业作为练习 没人能在没有自行车的情况下学会骑车 也没人能在尚未创办企业的情况下学会经营企业 在弄懂了BI三角形之后 就快点开始行动吧 不要没完没了地计划了 就像我总是说的 保留你的全职工作 再业余时间再做点别的生意 7.愿意求助 傅爸爸经常说 是傲慢造成了无知 如果你在某些事情上不清楚 就去问一问懂行的人 当然 也别做一个讨人厌的缠人虫 事事都找人帮忙 在求助和依赖之间是有界限的 8.找到导师 傅爸爸是我的导师 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导师 比如爱迪生 福特和盖茨 他们也可以成为你最好的导师 傅爸爸公司开设了一个叫傅爸爸教练的项目 生活中的其他创业者 投资家 培训师 也都可以是你的导师 他们能指导你 追求你的生活目标 我最喜欢的一位创业者是史蒂夫 乔布斯 苹果电脑和Pixar公司的创始人 我不仅喜欢他的风格 也喜欢他公司的企业文化 一名创业者 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建立起强大的企业文化 就像前面说过的 在傅爸爸公司 我们就在努力培养一种热爱学习和鼓励自由发展的文化 9.进入一个创业者的圈子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在每一个我曾生活过的城市中 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创业者团体或协会 我建议你去参加一些这样的聚会 找出一个适合你的机构 这样 你的身边就会出现很多的志同道合之士 他们在那里寻求帮助 也乐于助人 你可以打电话给当地的商会或小企业协会 要一份会议和研讨会的时间表 在那些会议中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和资源在等着你 有一个机构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它叫青年创业者组织 尽管我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加入这个为年轻人设立的机构 却被邀请去演讲过几次 那些年轻会员的优秀素质真让人刮目相看 使踏踏实实地走过创业历程 很多人不辞职创业 是因为创业的过程非常艰苦 尤其是在起步阶段 我建议你拿BI三角形做基础 好好的研究它 弄懂它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如果你这样做了 回报会是非常丰厚的 就像傅爸爸说过的 创业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工作或职业 所以 要踏踏实实地走过这个过程 而且要记住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美好的未来也在向你招手 这么多年来 我听到很多人说过 人要有远大的目标 目标虽然很重要 但过程和使命更为重要 傅爸爸曾为我和他的儿子 画过下面的图 他说 如果想设定一个远大目标 你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使命 作为动力 推动着你完成中间的过程 如果使命足够强大 你什么都能做到 感谢你阅读本书 如果你决心成为创业者 或是已经走在创业的路上 我们祝愿你取得 最辉煌的成功 傅爸爸 成功创业的食堂必修课全书 已分享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书 请您购买原书 感谢您用宝贵的时间 静心收听 80有声书频道 如果您有喜欢的书籍 或者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您留言分享 订阅与点赞 期待下次再为您分享书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